你们姐妹两个,一个比一个嘴甜。 孙幸福先是乐呵呵地一笑, 间接着又说道, 来,你们先进屋坐着, 大清早的,还没吃早饭吧。 主播,我们先把咸菜送过来, 孙叔您点一下, 点完了,我就跟我姐去街上的早餐点尝尝去。 木秀一脸迫不及待的样子, 把孙幸福逗乐了。 你们这次来,真是有口福了, 这条街往南边走, 第三个路口左拐, 先开了一家卖早餐的店, 里边专卖咸豆浆和玉米大饼, 老板一家四口才从外地回来。 这政策一放开, 以前离开家的人都回来了, 这街上就早餐铺子都开了两家了, 不过我就喜欢那家的咸豆浆。 孙幸福说话间还吞咽了一下口水。 孙叔, 你吃过胡辣汤没? 木秀听到咸豆浆, 不由得开口问道。 在他的记忆中, 咸豆腐脑之于江浙人, 就如同胡辣汤之于中原人, 豆汁之于京城人, 各有风味。 不过也是有趣, 都说江南人喜欢吃甜的, 炒菜都要放糖, 但是南方人吃粽子, 喜欢吃咸的, 连豆浆也是喜欢喝咸豆浆。 以前在外地, 听外地的朋友说过, 但是并没有吃过, 你怎么知道呢? 孙幸福一脸的好奇, 我是在省城医院 听一个中原大娘说过怎么做, 等我回家试试去, 看能不能做出来。 木秀以前的婆婆就是中原人, 她也会做, 虽然口味不如正宗的 逍遥活辣汤口感好, 但是放在当下, 也是很不错的早餐。 行, 做好了啊, 让我尝尝。 孙幸福一边说话, 一边掀开盖子看咸菜。 自从上次木秀留下来的咸菜, 她让黄翠摆出来试吃以后, 左邻右舍, 连隔了十几条街的人都过来了。 不管是谁尝了, 都称赞味道棒极了。 大家争着购买, 却被告知新品试吃, 要等十天之后才能开售。 谁知木秀到了约定的时间 却并没有过来, 这距离约定时间 已经晚了三天了。 这三天, 每天都有人上门询问, 把孙幸福急得团团转, 正行思着要回鹦鹉村一趟 去找木秀了, 没想到木秀就来了。 黄翠, 把剩下的六十块钱 拿出来给木秀, 孙幸福看着送来的咸菜 都没什么问题, 就冲着礼物喊媳妇出来。 来了, 声音响起, 又过了一会儿才出来, 脸上的水渍还没干, 看来是踩起床刚在洗脸呢。 木秀来了, 黄翠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从柜台后面的包里 拿出来六十块钱 递给了木秀。 谢谢孙婶婶, 木秀接过钱数都没数, 就放进了口袋里。 孙幸福点了点头, 这丫头真是爽快。 孙说, 这咸菜缸下次我来了, 还要带走。 看着孙幸福把咸菜 坛子往屋里搬, 木秀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上次留的那十几个瓷缸, 我都洗净晒干了, 你这次带走吗? 孙幸福笑着问道, 带走, 不过现在先放这儿, 待会儿我们要走的时候再过来拿。 孙叔孙婶, 那我跟我姐姐就先去尝尝那个咸豆浆了。 你们就沿着这里走, 快些去, 别饿着了。 孙幸福笑着用手指了指方向。 姐妹俩人带着李畔帝离开了咸菜铺, 还没走到位置, 木小草就停下了脚步, 对着木秀有些疑惑的眼说道, 咱们也别去吃那个什么咸豆浆了, 浪费钱, 一会儿随便买两个玉米大饼, 再去买点油盐酱醋就够了。 姐, 你去别操心钱了, 咱俩能扛饿, 总不能让畔帝也饿着, 小姑娘长身体呢。 木秀想先看看早点铺子生意如何, 在味道怎样? 钱也是你赚的, 你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木小草没好气地说道, 走了姐, 这钱呀是赚出来的, 不是省出来的, 人还是要活在当下。 娘, 我饿了。 李畔帝的声音此时也窃窃地响起, 走了, 二姨带你吃好吃的去。 木秀牵着里盼地的小手, 一大一小的身影带着笑声向前面一路小跑。 木小树看着俩人的背影, 嘴角不由扬起, 这个妹妹真的和上一世感觉大不相同了。 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孙幸福说的那个早点摊上, 这是一个大约有二十平米左右的铺子, 里面摆着几张桌子和椅子, 门口是两口大锅, 一口里面是鲜香四溢的豆浆, 一口锅上做着蒸笼, 里面放着豆浆渣做成的馒头和玉米面做的大饼。 屋内早已做满, 木秀他们站在外面等了一小会儿, 才有了位置。 等到木小草和李盼地坐下之后, 木秀走到前面说道, 老板,来三碗咸豆浆, 两张大饼和一个馒头。 好嘞。 老板麻利地咬了一勺豆浆, 往里面放入酱油、咸菜、青菜碎末, 递给了木秀。 木秀来回两趟, 才把东西拿齐放到桌上。 娘,真好喝。 李盼地小口地抿了一口, 一脸地满足。 小心点,也不怕烫。 木小草用勺子轻轻地搅一搅, 让豆浆快点凉下来。 真没想到, 才七九年县城里的人就能这样有钱, 早餐都在外面吃, 我们村里还这样穷。 木小草边搅拌边嘴里嘀咕了一句, 也开始吃了起来。 鲜香润滑嫩厚, 木秀入口, 脑海中就蹦出来这六个字。 虽然, 他以前经常喝咸豆浆,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味道真的是不错。 但是, 他还是觉得胡辣汤更好和更有料一些。 他一边吃着饭, 一边观察着门口。 木秀进来的时候, 看了眼时间, 正是八点十分。 这会儿八点半, 在这二十分钟内, 在店内吃饭的有六个人, 端着锅打了豆浆带走的有五份, 看着客流量也不算很多, 怎么孙幸福就说这里生意火爆了? 老板, 多少钱? 木秀几口喝完, 走到了老板身旁。 小姑娘, 三碗豆浆三毛钱, 大饼两张四分钱, 豆渣馒头一分钱, 总共是三毛五分钱。 老板笑眯眯地说道, 一顿饭已经板白面没了。 木秀装作心疼地说道,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钱给了老板。 木秀装作心疾客。